国庆期间,巴达岭长城上的无人机快递员格外忙 自8月份上岗以来,他们就变身小蜜蜂 勤劳地穿梭于长城上下,为游客送来冰饮、热食和应急药物等外卖 10月7号,基督在长城脚下见到了这群待机状态的小蜜蜂 我们这个位置在那个巴达岭演绎的楼顶 然后你看这边是我们现在用的四架无人机 然后这个是起飞板,那边那个红色的是降落板 客户那边下单之后,我们的兼职员会下去把餐取上来 取上来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称重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巴达岭长城的南五楼 然后这个收餐点的客户可以点一些餐品、饮品 具体下单流程就是微信扫码 然后扫码之后,我们会直接打开一个界面 然后上面就有这些餐品和饮品 跟下边点餐的价格基本一样 而且我们配送费的话就是三到四块钱 而且有的商户还不收配送费 据悉,这是北京首条无人机物流配送航线 起飞点位于巴达岭饭店顶楼 降落点位于巴达岭长城南五楼 航线全长约一公里 每天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运营 这条空中走廊的开通 让原本步行五十多分钟的山路 浓缩成五分钟可达的坦途 考虑到国庆假期期间景区游客激增这一问题 我们和巴达岭文理集团共同推动降落点的优化 从原来在南九城楼上转移到现在的南五城楼上 这样可以覆盖到更多的游客 我们通过数据统计发现新点位的无人机配送单量相较于节前同时断 它的一个增长超过1100% 接着注意到 起飞点还设置有应急小药箱 为有需要的游客免费空投各类应急奥品 每天营运时间结束后 无人机还会转型成环卫工 协助景区将附近废弃物运送至指定回收位置 据悉 截至目前 每团无人机空投服务已覆盖北上广深的城市 累计开通30余条航线 完成订单超30万单 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政府正大力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此次与景区场景有效结合 无疑是一次很好的示范 用无人机来在景区配送 实际上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点子 它不仅仅是用来配送 它可能还能在这种应急 比如说有游客受伤 或者是走失 情况下 它都可以作为应急的来使用 第二个就是飞行速度比较高的话 也比人的运送 效率要提升 速度要提升 所以整整体的效率是提升去了 所以就是这样边很棒的 比较高中心优伤 能得分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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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认为